观众朋友们新年好 我是张老婷 欢迎收看钢铁特讯班 国军部队过年期间 一样要有战备留守 只要一有状况 就要立刻出动 海军陆战队的两栖突击车 AAV拐就经常扮演开路先锋角色 因为这辆水陆凉路车 可以在救灾时 从路上开的车 变成水上行驶船 这几年在防灾御用上 发挥了非常大的功用 有没有问题 有 这些信心 有 这车再开 烈日当头 海陆弟兄们全副武装 在左营海域 展开两栖登陆车的训练课程 AAV拐两栖突击车 从岸上冲入海中 驾驶完全没有迟疑 下水后的运动也很顺畅 但其实从陆地下海 驾驶在水路转换的当下 忙得很 一方面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窗盖 就是我后方这个窗盖 后来我们要在12秒之内 升开我们的平衡板 每30秒有一辆下水 驾驶所有的动作 都要在这中间完成 而AAV拐海上行驶的速度 大约有13到14公里 动力靠的是车身两侧 扶桶后方的水中推进器 车头前方的平衡板 则帮助车身稳定 虽然海浪会影响 AAV拐的方向 但在水中也跟在路上一样 注重战书编队 要欺离还有征招 寒色烟幕可以干扰敌人的视线 而两栖扶机车 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把车上的冰 顺利送上岸 从水中冲上岸 AAV拐的机动性更好了 它可以在海岸线边冲刺 也可以直接攻上特殊的战术地形 正因为AAV拐的水路量用特性 让它成为救灾的重要装备 那我们车子可以在水面上作业 那最主要就是可以搭载人员这样 可以涉水救援 也可以突破天然障碍 参与过救灾的官兵 对2010年的凡纳比风灾 意象非常深刻 基本上都是风强与大 那场景就是只能看到电线杆 我是觉得压力非常大 因为当下非常紧急 我们是在从报纸上面得知 那小孩子母女平安 那我们心里面也是替他告知 成功救出受困的孕妇 弟兄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不过也有弟兄是深刻体会 大自然力量的伟大 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地方是海 后面才知道原来那整片都是民宅 它是因为淹水 汇体之后整个淹水 倒是看起来就像一片海人这样 一次又一次出动 一次又一次救援 官兵们只要救灾 几乎都无法好好休息 很累 很辛苦 但他们却乐意投入 我是住屏东东港 那时候98年 那时候我们家那边有淹大水 那时候我们家也是淹很高 那时候被困在家里那种感觉 很难受 困了两三天 当下不知道什么是泪 就是一直坐 只是结束的时候 我们回来其实是 就弹掉人是 就整个泪垮了 好 刚刚跳起来 两栖突击还要搭配地面兵力 平时严格的训练 是为了作战而准备 当然没人希望 是真的用在战场上 但真的帮助了更多的民众 战训的意义自然更加深远 水路凉车在作战和救灾上 是非常好用的运输装备 但如果山崩路塌 恐怕就要靠专业架桥的 工兵部队了 他们可能要在 湍急的河道当中 或是危险的灾区 搭起人车都能通行的桥梁 工兵部队训练 是要靠大家双手 架起一座完整的桥 不过架桥的材料都很重 要扛要扳 没有用的技巧 恐怕连抬都抬不起来 1 2 3 1 2 3 1 2 3 要在超过30度的大太阳底下操客 还要在几乎没有遮蔽的训练场 扛起重量级的桥材 流汗刚好而已 1 2 3 1 2 1 2 1 2 3 MGV中框桥 任何一段桥材 重量都超过200公斤 这是战斗工兵 下基地一定会碰到的课程 这不只体力要好 更要默契 1 2 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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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小组的队员 都要大声喊着1 2 1 如果没有整齐的口令 只要有人慢半拍 重量不平均 危险会跟着来 如果有一个力量就是不平均的话 就会导致另外一边的力量 会往下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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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架起中框桥的两侧结构 四个人一组的购航班 要集体动作 有默契的把桥材往上推 1 2 2 2 3 3 3 4 只要差个一点点 连结桥材的购航栓 可是会敲不进去 但这样扛个20秒 再猛的猛男手都会酸 因为他真的要花还满多力气的 像我们第一天在测 第一天第一次练习的时候 结束就是大家回去手臂都有些瘀伤 就是一些受伤 推桥完的时候要有回拉的动作 因为重心会向前傾 要有回拉的动作 推出去的时候往后拉一下 1 2 3 架桥架一段就要开始往前推 但是一次不能推太多 推过头桥可能会栽到河里 1 2 3 战斗工兵架的MGB中框桥 虽然不是永久性的桥梁 但必须要能承受60吨的重量 每个桥栓都要栓紧 但架桥训练非常讲究速度 因为当任务来临时 都是在跟老天爷搶时间 不论风灾还是地震或是桥断了 只要交通出现问题 工兵部队都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但每次工兵会遇上的环境不同 要架多长的桥 要架哪种桥 都要视状况而定 架设作业 准开始 准开始 准备 工兵下基地的课程 被公认最硬的测验 就是要架M2宽横桥桥 撑起 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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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好 好 撑起来 M2宽横桥是比较早期的装备 架设难度就比MGB要高 但是架起的桥梁长度 就稍微长一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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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架起110公尺的桥 時間要在四个小时内完成 这是基地测验的规定 所以桥再重 大火也奋力堂 快点 抓了 放回来 加油 加油 赫南关 赫南关 加油 一分 桥的两次结构 专业名称叫做购航 在结合过程中 购航只要稍微有偏差 鎖住桥梁的购航栓 可是会很难打进去 開始 一分次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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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往 右边 往前往 M2的桥材重量更重了 幾乎都超过250公斤 四个人要扛起 換手再抬高 全身的力气大概都会用上 整座橋架完的話 真的是很多塊 所以就是真的 一塊半完之後就真的 一開始半就真的 一塊半完之後 就覺得有點手軟了 對 第一次回去的時候 吃飯手會抖 那個夾筷子會抖喔 會 就是碗會拿不穩 因為它比較吃你的 前面一點杯粒 但是其實剩下的都是 需要用你的腰力 預備 立東山 M2框橫橋很重 但整帘弟兄會推不動 不是力氣不夠 只是橋的角度偏了一點點 一 二 三 飛橋架橋 飛橋架橋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飛橋架橋 腳 腳 吹橋最難的不是用力 而是要怎麼控制方向和速度 該停的時候要會緊急剎車 一離開的時候 重心會往河谷中 那這時候就要速度放慢 那當重心移過河谷中央的時候 要往遠岸做爬升的時候 這時候速度就要再集中 然後再加快 共航班的四位弟兄 要從第一塊搬到最後一塊 搬到手抱輕肌 以及摩擦到快燒焦 我們在台共航的時候 其實共航是會左右晃動 對 所以相對 就一直上下震動那個台滾 那就一直摩擦我們的手臂前 這一段 對 跟這一段 然後我這個就是 應該說就是接觸比較多 撕裂也比較大 所以它摩擦比較嚴重 然後就早上的時候 就已經是燒焦的狀態這樣 就是威脅管破裂 就是不會像現在這樣 這麼比較看起來就還好 就是它會有一點像騎診子這樣 會有紅紅一點一點 讓讓橋安穩的落在對岸 該鋪好的 該駕好的 每個環節都要仔細 如果落差一公分 其實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落差兩公分的時候 它也許會造成說 我們在推橋的時候 卡到我們的導輪部分 不到四個鐘頭 M2框橫橋終於架設完成 但還有個程序 車子可以通過 也算完成了安全測試 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就是跟自己連上弟兄 大高一連 笑… 在自己架好的橋前歡呼 架橋的疲憊 會因為這一份光榮的成就感 煙消雲散 剛剛大家看到的訓練基地 是位在高雄燕巢的 工兵訓練中心 這裡培育了國軍 需要的工兵人才 他們可不是只要回架橋 還要有辦法開路爆破 甚至還要會修水電 也要會基礎的泥水購工 而要成為一位萬能工兵 到底有多難 今天的鋼鐵出任務 就要把時間交給 特派員王佑正 體驗一隻工兵 一般人過點都是聽電跑聲 不過今天鋼鐵特訓班的觀眾朋友 你們很幸運 因為我沒有讓你聽炸彈的爆炸聲 來歡度農曆新年 Ready Go 怎麼樣是不是很精彩 其實好像這樣爆炸版的新年 荷水歌曲不是哪裡都聽得到 今天鋼鐵特訓班前進的是 高雄燕巢的陸軍工兵訓練中心 那麼對工兵來說 爆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也是非常獨特的技巧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實際體驗一下 整個爆破工作的流程 還有作業方式 走 謝謝教官… 新年快樂… 這個過年還有麻煩你來教我們一下 好 這個爆破的前世作業 現在馬上請教官來 教我們 我一棟一棟跟著做 好 第一棟是 首先我們先介紹我們的爆藥 這是炸藥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就是我們外面所說的炸藥 那這個是我們的電雷管 電雷管 隱性 隱性大家都聽得懂 對 那隱性就是 要跟我們爆炸做接合所使用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我們的 山用電錶 對嘛 就一般我們用的那個電錶 這個功用是什麼 這個功用是在檢查我們的隱性 是否能夠正常的使用 既然確認我們的隱性沒有問題之後 就要將我們的爆藥跟隱性做結合 上面有一個叫火炬孔的 也就是放我們隱性的位置 要隱性緩緩的放入 之後 做一個 下手環 從包的後方靠路 往下拉 伸圈會縮小 就是一個下手環 之後呢 再做一個上手環 由內而外 會有一個神眼 那個神眼 往後方靠路 往上擠 伸圈會縮小 之後呢 會形成一個U字型 緊密 而不重疊 對 這樣便完成了我們爆藥的結束 一點點在這裡 還在這裡 對對對 然後 先做一個 然後先做一個下手環 下手環 對 然後以小母子為軸心 稍微往前轉 之後這下面有一個神眼 自然的把它套進去就好了 套進去 對 之後把它往下拉 燈圈就開始縮小了 對 這就是一個下手環 這樣就不錯喔 對 對 對 往旁邊拉 好 換做上手環 這就是由內而外 由內而外 對 然後一樣 以小母子的軸心往上轉 很自然有一個神圈對不對 對 然後靠進去 一樣 向上提 這就是向上提 然後鎖腳就是上手環 然後再往上就往上 然後再往上 做好照料以後呢 我們已經從警火線咻了一下 來到現在的起爆線 帶著我們做好這次炸藥 好 結果不然接下來呢 要引爆了嗎 要引爆了嗎 對 沒錯 我們現在就是要將我們的彈藥 放在我們的彈藥坑的底部 底部 其實這個坑的深度 都要算過對不對 對 沒有錯 算過的話 主要是要讓它這個線 可以跑得出來嗎 對 主要是要讓它引氣 這條線能夠出來 能夠出來 那出來以後它怎麼樣呢 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邊會有一條電線來驗 這個電線是從剛剛那個 點火線那邊接出來的嘛對不對 對 沒錯 這邊知道我們的安全距離 維持在100公尺以上 所延伸出來的電線 那接下來呢 就將我們的引性的腳線 把它旋程斷路之後呢 一對一對 把它接在一起就對了 對 跟我們的電線繼續在一起 這樣子 所以待會兒那邊如果通電的話 這邊就... 就會引爆了 就會爆了對不對 對 所以現在要先把它接好 對 所以它接哪一條接哪一條無所謂 只要有接上就好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那現在已經接續完成了 那接續好 那我們現在要幹嘛 跑啊 趕快跑啊 有爆上來 其實我們剛剛不用跑那麼急 因為引爆器在這裡 剛剛白跑了好不好 好 沒關係... 那我們請那個 教官來介紹一下 這個引爆器要如何作動 怎麼使用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 下面這一顆啊 就是我們的充電鈕 那上面這一顆就是測試集點火牛 所以那個引爆就在這一顆嗎 對 沒有錯 那現在我們就將我們的點火機 跟我們的腳線做結合 這個線啊 剛剛大家記不記得 另外一頭就是接在我們 白天在那個起爆線 對 起爆線下面那個炸藥 我們接兩條線上去 那兩條線接上去以後 這一頭就要接在這個引爆器上面 待會兒一通電就精采了 好 那我們要怎麼接 好 首先我們看到引爆器上面有兩顆 按下去之後呢 會有個洞 我們將它 放進去 放進去 一對一的放進去就可以了 OK 好 這樣便完成了我們的接續 所以按下這個就會 爆炸 首先要先充電 對 太急了 太想要趕快爆 所以先按這個充電鈕就對了 對 那我先要按下去囉 好 按下去 按下去 約3到5秒之後啊 它充電完成 就會亮紅燈 紅燈 對 然後就可以 接下來就是 按下點火鈕 這個我來 這個我來 好 好 現在充電還成了 所以我們整個前置作業 到目前為止呢 只已經大功告成 現在最重要就是按下這一顆 按下去以後 我們就又有一場精采的爆破秀 可以欣賞了 你看看我身上的裝備 從防彈背心 SEO帶變成了工具包 頭上的從鋼盔 變成了水電工帽 因為要當一個合格的工兵 不但也會爆破 還要會 修馬桶 就算其實我們一般家用馬桶 其實最常碰到的狀況就是漏水 漏水的話 大概會是什麼問題 一般來講 在漏水的部分 不外乎就是這三樣東西壞掉 這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我們進水器 它本身也沒有辦法止水 所以說來造成漏水的現象 那在裝置的部分的話 就從底下反裝去回來 從底下反裝就對了 對 把窗機就洞裡面 把它從下面鎖起來 把窗子 把它旋緊 讓它做止水的動作 浮球本身它如果有過損的話 造成它沒有辦法舉升止水的狀態 它會一直垂下來 所以說有時候也是浮球壞掉 浮球裝設的部分的話 更簡單就是直接把它旋上 這塊膠塊 久了之後它會硬化 不會像這樣是活性的狀態 造成它有一個角度 浪水流水就會漏進去了 修圍的馬桶 工必定修還要懂得自己接電 接線來裝電燈 那麼除此之外 如果營區裡頭的紗窗破了 或是門鎖壞了 他們也要能夠自己維護修繕 可以出師十八般武藝 樣樣精通 而在平常非常精實的訓練之餘 他們也特別抽空錄製了新年賀瓷 要祝所有鋼鐵特殊班的觀眾朋友 新年快樂 侯運當頭 矯健如何 今侯謝福 侯運旺旺來 侯年天福氣 侯...侯三年 是 陸軍工兵訓練中心 祝賀全體國人 合家平安 吉祥如意 方煥喜營侯年 侯事順利喜相逢 好 無期啦 工兵萬能真的很萬能 因為他們的工作都是要向老天爺來挑戰 他們常常又在自然災害之後 開路架橋 就連老天爺不下雨的時候 也要想辦法造水 人工湖的湖水看起來黃黃濁濁的 但真的缺水時 這寶貴的水資源 就要想辦法變成可以喝的水 這水囊裡的水是已經經過過濾 完全達到可以升雨的標準 但前後的水質 怎麼有辦法差這麼多 抽水機從人工湖把黃濁的浮水抽上岸 經過一道簡單的過濾 就會送上進水車 這台進水車看起來不是太特別 但是車裡的五道進水程序 卻可以完全過濾掉浮水中的雜質 進由那個高壓棒部 加壓到足夠滲透過 這個逆滲透膜的壓力 然後再產出來 產出來之後 就直接裝在這個水櫃裡面 所以等於從頭到尾 它會經過五道的過濾 依照這樣的造水速度 24小時完全不休息 一台車一天就能產出 6萬加倫的水 如果以一個人一天 飲用1.5加倫計算 可以提供4萬人飲用 如果連洗澡都算進去 也可以有6000人用得到 這個是我們現在這個 人工湖的原水 然後我們會有最基本的儀器 來做它的那個物理性質的檢驗 然後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是檢驗它的導電度 來檢驗水裡面有多少 那些會導電的物質 然後這是人工湖的水 剛才我們測過它導電度 是260到250左右 然後這個是經過裝備產出的水 它的導電度只有5點多到6點0左右 這個水就可以直接生癮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海灣今年一度嚴重缺水 工兵訓練中心提早展開準備 確認裝備使用效率 必要時就用消防車或大水袋送水 經過過濾乾淨的水源 直接灌滿營漆的水池 雖然是提早做準備 但是在極端氣候的此刻 這些珍貴的水資源 一點都不能浪費 休息一下公民的補調車 被稱為國軍版的變形金庚 要怎麼從車變成船等等告訴您 鳳山開路 浴水架橋 這是工兵部隊的使命 當然也是要替助鎮的部隊開路 但是架橋可不一定要全靠大部隊 多人力才能架好一座橋 在工兵的開路裝備當中 旅帶機動橋只要兩個人 花個三分鐘就能夠輕鬆搞定 而水路兩用的浮門橋車 則是可以變成河道中的固定橋 也可以變成水中行駛的船 甚至還能連結成為水面作業平台 平常看起來像是車子的浮門橋 下水變身可是有變形金剛的Fu 開過鐵橋的並不是裝甲車 這輛車其實是要把鐵橋收起來的 只要一個人在橋面上 把連接處鎖好 重量級的橋面就可以直接收到車頂上 瞬間變回一輛車 從頭到尾的作業時間 大約只花三分鐘 這日工兵快速駕橋的利器 叫做旅帶機動橋 只需要兩個人就可以展開駕橋作業 一個人在地面指揮 駕駛就坐在車內操作 調整車輛的位子 橋板放下的角度 一般旅帶機動橋 這種橋是屬於機動橋 就是以一個快速 可以架設完成的一個橋樑 那我們早期的那個橋樑 是屬於貝利橋 然後全部都是要用人來做運搬的 這種橋的好處就是速度快 架設非常的迅速 而且它通行的重量非常的高 旅帶機動橋架設不只節省人力 更能節省時間 而且橋的載重可以達到60公噸 幾乎國內所有的重型車 包含戰甲車都能通過 只是屢帶機動橋的橋長 只有19公尺 長距離的架橋會受到限制 屢帶機動橋在移動的過程中 駕駛的視線 除了正前方之外 左右兩側有不少死角 加上架設時 橋面板重量會全部往前 沒有熟悉操作方式 很容易就會有危險 在第二動作的時候 乘一個立體型 整個車子的重量都會往車頭上 車頭前方移動 然後自然而然車尾自然會上停 這是屬於正常的現象 它是不是速度要比較慢 對 在那個當下速度要慢一些 車子可以升 可以降 左右兩側還可以展開變形 這台就是有國軍變形金剛之稱的 M3浮門橋車 它在路上是一輛車 下了水就變成一艘船 把浮門橋車從岸上開進水裡 其實只有5秒鐘 但是車子裡的駕駛 在這5秒之間 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短短的這幾秒鐘 你要做很多的動作 像手剎車還有排檔的動作 還有切換開關 這些都是你在短短的3秒鐘之內 要做到你的事情 浮門橋車下了水 變成一個水上的作業平台 駕駛也從車艙裡操作 變成到戶外的駕駛台開船 單獨一輛浮橋車作業 能提供的平台 載送的能量都會受到限制 但兩輛浮橋車在水中結合後 作業平台可以大一倍 必要的時候 還可以串聯更多車 讓浮門橋變成一座橋 或是更大的水上作業平台 每輛浮門橋車上也都配備有橋板 可以架設在左右兩側 延伸浮橋的長度 能提供車輛或是假車通行 浮橋它可以載的量 其實就是你可以駕通 就是讓車子可以通過 就是像一座橋浮在水面上的橋 門橋你只能單一載重 或者是兩步做一副的動作 然後像我們國內的戰甲車 基本上都是可以承載它的重量 M3浮門橋的水中機動性 一直是它最被稱讚的功能 可以原地旋轉360度操縱 完全不會受到限制 道從船再變回一輛車 不用太複雜的變化 只要操作系統切換一下就可以 浮板打開可以上岸 浮板收起來也沒有問題 所以河川是有流速的 你還要去把這個都要估算進去 然後角度的偏位差 那個都要算準 然後對準河岸之後 在這個之前還要順便完成 著陸的一個準備動作 說它是國軍版的變形金剛 一點也不為過 它可以是一艘船 也可以變成一輛車 工兵遇水駕橋 裝備很多 方式很多 才能幫部隊開出一條又一條的路 工兵部隊的裝備 當然不只為了架橋開路 還要有戰場經濟救援的能量 像是生命探測器 就能在災難或是戰爭發生時的 黃金七十個小時攀上用場 除了這個裝備 現在工兵還會使用熱源探測 以及心跳探測等等一切 來找尋生還者 但是要怎麼在危險的狹小空間之中救援 這也是工兵要學會的技能之一 所有人員立刻按照側離路線 側到安全的位置集合 站在救災最前線 要注意自己不可以成為受困對象 如果是白天 請你把通信通風設備準備好 在油壓工具組裡面 有一組通風的設備 有一組通風的設備 就是用來做這種場合的使用 模擬倒塌的救援現場 該怎麼利用各種工具救援 教官把學員帶進坑道裡 展開裝備操作教學 如果有一些真的進到的現場 就是有 那可能就是大家稍微的看一下 坑道裡燈一關 跟救援現場更接近了 要怎麼救人 教官示範影音式的生命探測器 我們的生命探測器 直徑是2.5公分 只要有2.5公分以上的空隙 就可以將影音式生命探測器 鏡頭深入到縫隙之內 只要有縫隙帶著鏡頭的探測器 就可以深入人進不去的地方 看看是否有人受困 幫我發現目標 現在我們發現了目標物 這就是我們要搜尋的受難者 確認生還者的狀況 縫隙後方的人臉 代表的是生還者 同樣的周旋模式 把鏡頭換成熱感應 一樣可以找到受困者的位置 好 把握定目標 好 開啟了熱源 熱源模式 發現了這個地方有熱源 那這個位置相當於 人的心臟的位置 周園現場通常空間都很狹窄 什麼器材都可能派上用場 心跳式的生命探測器 它可以搜索人心臟 所發出的電場 這有點像天線的裝備 可以隔著牆 找到人員心臟跳動的位置 現在請人員移動方向 人員移動 我們的探針也會跟著移動 搜索的距離會因為阻隔 以及我們與生還者距離 而有所遞檢 工兵要會救援 還要會清除障礙 過去金馬地區 海灘上有地雷要清 工兵就要負責排除 警告聲音越大 代表找到的金屬物件越大 現在或許已經不用排雷 但工兵訓練能量依舊必須維持 畢竟沒人知道 當戰爭或災難來臨時 這些救援裝備 哪些會派上用場 工兵部隊雖然是支援部隊 但是要成為專業工兵 可是一點都不簡單 現在工兵訓練中心獲得勞動部認可 只要在工兵學校完成專業的訓練 像是工兵車 推土機或是怪手等等 就能夠獲得國家級的證照 而工信中心有教官一個人 考取18張的專業證照 開著多功能的工兵車前進 不能撞到兩旁的桿子 這是合格駕駛的基本要求 但如果要拿到合格證照 除了會前進還要會後退 要倒置開工兵車 還要開過一小段道S 當然也不能碰到桿子 這是要考驗駕駛在南行的崎嶇山路上 可能面對的難題 工兵訓練中心受訓 不只可以考到工兵車的證照 還可以取得開怪手的資格 這些證照都是勞動部認可的 只是工兵要會的 恐怕不是只有基本操作 還要挑戰困難又特殊的地形地貌 不管是打仗還是救災 工兵都要在第一時間停進 替作戰或是救援部隊開路 山坡再抖也不能遲移 別以為這樣開上去 只是家族馬力就好 要掌握車的重心 還要小心路況 除了上坡下坡 還要會路況 要通過模擬的河道 挖土機要確認河道下的狀況 如果在水中被爛泥困住 也要知道怎麼脫離 畢竟就在和作戰都不允許 一分鐘的拖延 他們接到任務 就是和天搶時間 這是模擬在土石崩塌的現場 找到受困民眾的處理程序 只是排怪手要技術 還要手腳夠協調 同時間要同時操作六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右手的大臂的舉身 以及上迴旋裡的迴旋的動作 左手是操作我們的二臂 以及挖斗的挖土的挖掘的動作 最多同時要操作六個動作 聽起來很忙 說明的士官長蕭志忠 是工訓中心當中 擁有最多證照的一位 總共18張 我覺得考證照是不斷的肯定自己的 有國家核發的證照 也有國際任何的證書 蕭志忠的經驗很特別 因為他現在工兵服務了14年多 退伍後到澳洲成長 聽眾這個地方讓我成長讓我學習 我覺得應該會有更大的 這個世界很大 我想去多看看其他人的生活 然後想要對我自己的生活 對我的人生有多一點故事 可以讓我自己覺得只有小朋友 可以讓我告訴他我做過什麼 原本計畫移民澳洲 和老婆小孩到不同國度生活 但計畫趕不上變化 蕭志忠的父親在台灣出了車禍 那因為植物人的狀態 我覺得我毅然決然決定 放棄了那邊的生活 然後回來這邊做 把家庭照顧好 然後有個安穩的這個工作職業 那也很感謝群眾給我的機會 再讓我回到原來的這個地方 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當然天人交戰 但要回到台灣照顧父母 蕭志忠也沒有太多猶豫 只是他才回到台灣 蕭爸爸還是走了 出國之前 我跟他吃過一次飯 我就看不到他了 最後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是要講電話 我都沒有看到他 父親是工兵上校退伍 會從軍也是受到老爸影響 蕭志忠再回到工訓中心 繼續著他熟悉的工作 繼續走著和爸爸一樣的人生路 他對我的教育其實就是 滿開明的 但是就是軍眾那一套 你該要什麼作息 你要在什麼地方作息 然後他一直告訴我 夜輕與喜晃一喜 就是你讀書要認真讀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要認真讀 那當然我做的每一個決定 他都很支持我 沒有後悔 卻有著難以彌補的遺憾 教育中回到熟悉的領域 帶兵教學 傳授經驗 當然也懷念著 他心中永遠的公公老爸 在第一線的外島部隊 也是前鋒中的前鋒 廣哥回來看看 東鷹島上的軍隊生活 位在最前線的東鷹島 是面對兩岸情勢 最前線的島嶼之一 在物資不豐富的小島服役 官兵們的食衣住行 都得要自立自強 但要讓前線官兵生活不無聊 東鷹島上的官兵 有自己的社團活動 讓營區生活更精彩 這裡是東鷹島的最北端 也是中華民國領土的 吉北點 來到這裡當兵 官兵有好山好水可以欣賞 大家也不必擔心 在這裡當兵會好無聊 因為島上官兵十八般舞藝 什麼都有 柔美的嗓音搭配烏克莉莉 這是來自東鷹島上最美麗的聲音 兩位原住民美女就在 句點的休閒室開唱 這是官兵繁重任務之中 一點點的娛樂 傳統的樂器演奏出流行歌曲 古典和現代的結合 看得出東鷹的官兵 真的很有才 男生怎麼會學古真 我覺得是有點就是 先入為主的觀念 為什麼男生不能學古真 幾乎零失誤的演出是戲曲學校磨出的功力 這些都是為了部隊表演特別安排的節目 但是為了讓官兵在東引部無聊 指揮部裡可是有不少社團 外島部隊經常要軍民投歡 節慶廟會 武師團就要出動熱鬧熱鬧 這些兵可不是一來就會跳 大多數的人都是參加社團 才從頭開始學 有時候練了很多次 然後到那邊就是 腿軟的上不去 有武師當然就會有戰鼓 雖然沒人高喊對挖爬 但是兩個人組成的戰鼓 要動作整齊要節奏一致 並不是練個兩天就有的成績 練習的途中一定會就是 常常打錯然後繞拍之類的 對 然後可是漸漸的 如果越打越好 越打越多次 然後就會打得很順 然後當可以完整表演完一套的時候 然後那個心裡的成就感是很大 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廟 別以為出到外島就是歲小 來到連江縣 你們就會愛上東陰島 東陰島 這是東陰的民族記憶社 官兵們準備新年的表演節目 絞盡腦汁 大哥 大哥 大哥嘿 好滑啊 再一次 再一次 為了一段拜年的梗 兩個人討論很久 卻也堅持完美 拜個年吧 好 好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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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陰久違部 民族記憶社 祝大家 我是大猴 開始 幹嘛 恩基一次 扮演大猴的弟兄 就要重新翻一次 恩基了七回 終於完美的拜個年 至於沒有表演天分的 也可以選擇做糕點 小小的麵包庫房 能量卻相當驚人 有人忙著做蛋塔 有人要烘蛋糕 資深班長說 最困難的 其實是牛角麵包 因為一開始做的時候 都做不出來 沒有層次 要麼就是吃起來太硬 跟石頭一樣 外島的生活條件 當然不會比本島好 娛樂當然也沒本島多 透過自由參加的社團活動 可以學到技術 也可以站在舞台上 讓自己發光 浴水架橋逢山開路 部隊作戰訓練 總是要有人扮演開路先鋒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鋼鐵特訓班 我是張小婷 我們下次再會 比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